今天呢咱们来说说何泽杀子安 这主人公叫什么呢 叫王勇 2003年的时候 他刚刚34岁 但是事业非常成功 他当时是山东省何泽市定陶县牛级镇党委副书记 为什么说王勇是幸运的呢 他呀拥有着一条从来没有受过挫折的人生路 从小学习很好 大学毕业之后当了国家干部 1994年 在很多人羡慕的目光里成为了一位正厅级干部的女婿 1995年 只有26岁的他被提拔为定陶县刘吉镇党委副书记 第二年年初 夫妻俩呀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那个时候大家可都羡慕着王勇 大伙还都说呢 哎总说读书没用上学没用 你看人家这就是读书改变命运呢 可是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勇感觉自己的幸福越来越少 心理的不平衡越来越多 他在镇里边呢 分管经济工作 经常到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出差 王勇一看很多条件远远不如自己的生意人 整天的是声色全马 灯红酒绿 一开始啊 他还看不上这些人呢 但是渐渐的他对这种生活开始有了向往 1995年秋天 王勇的高中同学牛力结婚了 在酒席上 王勇啊就见到了牛力的老婆 叫古灵 当时只有21岁 他看见这位新娘的时候 心里边猛的就颤了一下子 这个新娘子啊 长得漂亮 皮肤特别白 长得很妩媚 一点也不像农家出身的姑娘 王勇心里边就挺生气 其实心里边啊 就挺酸 嘿 牛力这小子 太有艳福了 这新娘子敬酒的时候 牛力按照惯例 得先把客人介绍一番 王勇啊 因为年轻有为 这么年轻就当了这个镇党委的副书记 同时呢 又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 自然就成为了牛力的重点介绍对象 谁都想在老婆面前多点面子 你看 我兄弟多牛啊 这么牛的人是我哥们 那么这新娘子古灵呢 就禁不住多看了王勇几眼 敬酒的时候 也多敬了他两倍 王勇本来对这古灵 心里边就有了色眯眯的想法 这时候再一看古灵对自己啊 明显跟对别人不一样 心里啊 就有点飘飘然了 出人意料的是 三个月还没过呢 古灵竟然跟牛力闹起离婚了 王勇呢 去当调解员 一来二去 你得劝劝牛力吧 你得劝劝古灵吧 他跟古灵就越来越熟悉 古灵啊 已经是去意已绝了 我就非得和牛力离婚 很快 这个离婚手续也就办完了 事已至此 王勇这调解人的身份也该结束了吧 你还调解什么呀 人都离完了 可是古灵啊 还经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 还是说需要调解 还得去镇政府找王勇 接触次数多了 王勇就发现 这古灵 别看高中毕业 之前只感觉 人长得性感漂亮 现在再一看 是又温柔 又善解人意 1995年11月份的一天 王勇啊 要去南京出差 临走之前呢 突发奇想 给古灵打了一个电话 就说要去南京出差 你想不想跟我一块去转转呢 电话那头啊 古灵呢 是又有那么一点矜持啊 又有着那么一点激动 你看 这就是这个度很难把握 人家把握的就特别好 嗯 让我想想吧 这个 不太方便吧 那 哎呀我 其实我也总听南京 怎么怎么好 我也想去看看 但是 哎 那行 行吧 哎 就这么着 半推半早 那当天晚上 他们就一起 踏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一周之后 王勇和古灵 从南京就回来了 俨然就像是蜜月中的情侣似的 这一周之内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 中间我们省略了几千字 大家可以自由想象 但古灵啊 但古灵啊 可没有王勇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离婚之前 古灵就已经把年轻有为的王勇作为目标了 把王勇的身体要俘获过来 那不是王勇睡我 是我得把王勇睡了 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把王勇睡了之后 让他败倒在我石榴群下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彻底征服他的心 要让王勇愿意为了我而舍弃他的妻子 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目标啊 所以呢 他也知道一句老话叫放长线 钓大鱼舍不着孩子 套不着狼 古灵在成为王勇情人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压抑着自己的欲望 他不跟王勇提哪怕一丁点的要求 他呢 也从来不吃王勇妻子赵明的错 每当王勇说起赵明来 这个古灵啊 总得夸赞几句 是 嫂子太好了 温柔贤惠 我可喜欢嫂子了 哪怕王勇在那发赵明的牢骚 古灵啊 也替赵明打圆场 哎 你别这么说 嫂子 嫂子多好啊 你看 帮你的生活照顾的井井有条的 古灵的这种精心表演 果然是彻底迷住了王勇 王勇一看 古灵没有破坏他家庭的意思 就大胆的和他粘活起来了 但是他却不知道 就在他们天天春宵一刻的时候啊 古灵的第二步计划已经开始了 1996年4月的一天 古灵一推门走进王勇的办公室 我怀孕了 啊 真的 王勇的手指头在那都哆嗦了一下 他呀 悄悄的带着古灵到医院一查 还真是怀孕了 古灵哪知道啊 王勇此时的日子也已经不好过了 为什么呀 他们俩的事那是只包不住火 在镇上闹得沸沸扬扬 镇主要领导在会上不点名的 批评了他好几回了 前一段时间呢 镇党委镇政府换届 王勇本来很有把握 坐上镇掌这个位置 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实生活让王勇的头脑清醒了一点 他觉得不能再和古灵纠缠在一起了 你再漂亮 再妩媚 再性感 毕竟我睡过了呀 可偏在这种时候 古灵却怀上孩子了 王勇啊 就哄着古灵 让他立刻把孩子人流了 古灵这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反抗了王勇 不行 这是咱们爱情的结晶 我一定要生下来 古灵在这件事情上的倔强 让王勇是又震惊又害怕 眼瞅着古灵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 他只好背着妻子向自己的父亲求救 王勇他爸爸一听气的都不行了 在那狠狠的骂了儿子一顿 你干的这是人事吗 人明明对你多好啊 但事已至此 有什么办法啊 也只能替儿子想办法了 可是 甭管父子俩怎么尝试 人古灵就是不堕胎 1996年年底 古灵啊 产下了一个男孩 给孩子取名叫王强 尽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护着 但是古灵一点痛苦寂寞的感觉都没有 他认为孩子就是他和王勇的连心桥 我踏进王家大门的日子可不远了 有了爱情的结晶 有了儿子了 王勇噩梦般的生活可就开始了 没过多久 古灵呢抱着孩子回到何泽市 因为他之前生孩子呀 是躲到外地生的 回到何泽之后 马上就打电话给王勇 咱们儿子一天也不能缺少父爱 你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吧 王勇接完电话 脑子嗡的一声 一下子就坐在了沙发上 为了安抚和稳住古灵 王勇啊偷偷带着一些钱物 赶到了古灵在何泽租住的小屋里边 抱着这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这么一看这眉眼之间还真像我呀 王勇尽管现在脑子疼的都不行了 但看到自己的儿子了 还是挺安慰的 而此时古灵又跟王勇提出来 咱们儿子不能没有爸爸 你看 儿子多像你呀 咱们结婚吧 王勇在这抱着儿子呢 一听这话呀 浑身冷汗都下来了呀 他别无选择 只能是用缓兵之计先答应了再说 行行 我努力啊 是吧 看吧 反正有合适机会就结呗 不过灵啊 现在还不行 这事万一被赵明和他的家人知道了 那我的前程就毁于一旦了 那古灵最终会听王强的这些解释吗 最终王强又是怎么会对儿子痛下杀手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古灵生了儿子之后 以儿子为要挟 一次又一次的要求王勇跟他结婚 后来王勇一看情况不对 因为你不答应吧 他去你单位上闹去 弄得人尽皆知啊 自己二十多岁当上副书记 现在三十多了 还副书记呢 哎呀 得想个办法 缓兵之际 他就跟古灵说灵啊 现在不能结呀 啊 这要是让赵明还有他家人知道了 我这事业可就全毁了呀 咱们再等等 古灵一听也有道理 就同意了王勇慢慢来的这个说法 等着赵明的父亲退了休 那时候离婚就一如反掌了 这一拖可就是好几年呐 古灵带着个孩子也不好找工作 只有不断的找王勇要钱逼他结婚 而王勇呢 反正就在那应付着呗 每回啊就给点生活费 一年下来也就是给个几千块钱 这时候的古灵算是明白过来了 王勇啊 压根就没想着跟他结婚 而这时候孩子也到了懂事的时候了 好几年好几岁了 老是缠着妈妈 妈妈 爸爸呢 爸爸总是不来 我要爸爸 每到这时候 古灵啊就抱着儿子泪流满面 古灵也想过我别纠缠他了 但此时的他就跟赌徒似的 我现在要是带着孩子走了 那我之前这么多年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王勇成了他最后的赌注 2001年年底 王勇啊 去给古灵送生活费 又见到了儿子王强 王强这时候已经五岁了 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 看上去跟别家三岁的孩子似的 别的孩子幼儿园都快上完了 可是王强至今都没上过 王勇一看 我也是堂堂的一副书记啊 啊 我的儿子怎么混这么惨呢 鼻子呀 就感觉有点发酸 孩子尽管不喜欢他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 他不愿意让孩子在这遭罪 于是呢 他有了一个念头 要跟古灵结婚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不是 他的念头啊 是想着把孩子要过来 由他抚养 这事呢 王勇跟自己父母一说 父母也都表示赞成 就说呀 这事啊 没法再跟明明隐瞒下去了 于是经过再三考虑 王勇终于向赵明摊牌了 赵明听完之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在那哭了整整一夜 王勇呢 也很内疚 也在妻子的床前 整整跪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通情达理的赵明 终于表态了 王勇 既然是你的亲生儿子 那也是我的儿子 你把他接回来吧 我一定好好待他 可是古灵啊 坚决不同意 见识这个结果 王勇这心情可糟糕透了 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古灵 所以他现在对古灵没有爱了 没有当时那种色欲熏心了 就剩下恨了 就剩下讨厌了 过了2002年春节 等极了的古灵 更频繁的找王勇 要房子 要票子 要结婚 见还是没有回音 他也绝望了 02年7月份 他以儿子法定监护人的身份 将王勇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向儿子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此时 王勇已经平级从刘吉镇调到了牛吉镇 任党委副书记 他呀 没出面 而是委托代理人和古灵打了这场不光彩的官司 经过法庭调节 两个人达成协议 王勇一次性支付儿子抚养费26000块钱 古灵从这儿不再以任何借口纠缠王勇 儿子长大之后 凭自愿是随父亲还是随母亲 王勇算是彻底舒口气 他认为这件事情从这儿那就平安无事了 可是拿到赔偿费之后 顾灵就后悔了 因为那薄薄的一个存折 把他过去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苦难 可就都抹掉了呀 我跟牛李结婚结了几个月 我就为了你王勇 我就愿意当你情人 我就给你生孩子 现在就给我26000块钱 他呢就又去找了王勇 还是要求和他结婚 甚至啊 在镇政府大吵大闹 王勇人刚调到这边来呀 这家伙是脸面全尸啊 这个丢人呢 他一想 我26岁就副书记了 我这都快36了 还副书记呢 我这么多年仕途一直止步步钱 为什么呀 不都是这个女人吗 并且他弄得我们全家焦头烂额 王勇对古灵那是恨之入骨 2002年 阴历8月15之前 古灵啊 又要求王勇必须去他那过中秋节 王勇气得都不行了 打电话就问古灵 这辈子还有完没完呢 为了咱儿子有个亲爸爸 这辈子我非你不嫁 你一天不和我结婚 我让你一天也过不成安心日子 就是做了鬼也饶不了你 行 我他妈就让你去做鬼 王勇撂下电话 他呀下定决心要杀掉古灵 9月23号 王勇开始实施作案计划 当天下午 王勇到何泽 找他的小舅子 借了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 用假名买了个手机卡 还买了铁锤 塑料布 绳子和伤失止痛高等物品 晚上十点半 王勇开车到何泽之后 打电话告诉古灵 古灵 在纪鲁玉边区革命纪念馆路口 等着我 我有大事要跟你商量 马上到 古灵还以为是王勇想通了 要跟自己结婚的 叫醒孩子穿好衣服 就来到了纪念馆路口 桑塔纳轿车 带着他们母子俩 沿着河山公路 向定逃方向就开了过去 半道上停车的时候啊 古灵见王勇 大半夜的把自己约出来 以为有什么好事呢 情不自禁的 还向王勇反正又亲又摸 是吧 就表现那种亲腻 王勇则一边假意凤影着啊 也是一边亲着 一边摸着 一边顺势用绳子 就把这古灵的双手给绑住了 绑住双手 我就甭跟你来这假戏了 又把他的腿也绑住 用伤食指痛膏粘住了他的嘴 随后把车拐到定陶县 游击村南边的一条小路上 把古灵拉下来 找着他的脑袋拿起来打铁锤 棒棒 狠狠的两锤砸下去 古灵当场倒地死亡 他呢 看古灵死了 在那呆呆的站着 看着头上不停流着血的古灵 这时候车后座上已经睡着的儿子 动了一下 这一下可提醒了王勇了 对杀了一个 还有一个呢 傻红眼的王勇把儿子从车里就拎出来 儿子这时候被吓醒了 睁开眼睛 喊了一声骂 儿子还没反应过来 王勇啊 拎起来 他儿子头朝下 重重的就砸在了柏油路上 王勇的儿子 王强就昏死了过去 紧接着 王勇把古灵的尸体 还有活着的儿子 平放在公路上毫无人性的开着车从两个人的身上就压了过去 造成王强 王勇的亲生儿子内脏破裂 大出血而死亡 作案之后 王勇啊 又把他们母子俩的尸体拖上了车 9月24号凌晨三点来到何泽城区永昌路与和平路十字路口那儿精心伪造了车祸假象 然后开车离开了 令王勇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天中午何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就找上门来 2003年3月14号何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网勇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附带民事赔偿被害人古灵的父母赡养费等 共计9888元 河南杨园村这是一个民风淳朴安静祥和的好地方 但在2000年6月一条奇葩的新闻从这里炸开了锅 乡村给人的印象都是内敛和保守 但这个地方呢却被爆出了一个所谓的换期游戏 如此狂野如此悔三观 大家目瞪口呆 这个换期游戏是怎么回事呢 这故事要从1986年说起 那一年我们的主角齐军利22岁 他是一个普通的乡镇青年 在高中毕业以后 立志要独自闯荡出一番事业 但是几年下来 从18岁闯到了22岁 他学过木匠 做过气修 开过小吃店 但是全都没有成功 事业上没有起色 对于情感方面 家里也开始着急 那年4月 父母拜托邻居 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这姑娘叫做刘湘 然而齐军利对刘湘似乎不太感兴趣 两人就见了一面 也没说几句话 就匆匆的离开了 不过有趣的是 在这次见面回家的路上 齐军利在汽车上 认识了一个叫做刘梅的姑娘 和这个刘梅简单聊了几句之后 双方竟然感到非常投缘 就这样一来二去 最后齐军利和这个刘梅走到一起了 再后来 齐军利向刘梅家里提亲 两人最终如愿以偿 结为夫妻 而之前邻居给他介绍的那位刘湘 后来和一个叫做齐国山的小伙子走到一起了 至此 这两对男女 齐军利和刘梅 齐国山和刘湘 都各自组成了家庭 但谁也不会想到 这两段有趣的姻缘 却并未就此分道扬镳 他们之后的关系会越来越复杂 本来这两对夫妻应当就此相安无事的 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但很多事情就是那么巧 在结婚两年之后 他们两家同时都打算开一个杂货店 而且好巧不巧 他们两家选中的店面竟然还挨着 于是最终这两家商店就这样挨着开到了一起 都说同行是冤家 但这两家却非常和谐 不仅互通有无 还经常一起去进货 齐军利和刘梅这边 一般是齐军利负责去进货 而齐国山和刘湘这边 一般是刘湘去进货 但是毕竟 起初刘湘是别人介绍给齐军利的相亲对象 所以一开始两人还有些尴尬 好在两家逐渐的熟悉之后 这种尴尬也慢慢的化解了 本来这两人天天去进货也没什么 不管是齐军利的妻子刘梅 还是刘湘的丈夫齐国山 也都没有多想 但是直到有一天 齐军利因为一些店里的琐事和妻子刘梅发生了争吵 这次吵架在无形当中 让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吵完架之后 齐军利和刘湘一起去进货 在路上 齐军利就开始吐槽自己的妻子 没想到这一吐槽引起了刘湘的共鸣 刘湘也说 自己的丈夫齐国山有很多缺点 自己这日子也过得非常辛苦 渐渐的两人之间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互相倾诉着在婚姻里面的心酸往事 谈到了自己对这段婚姻的不满 刘湘甚至真情吐露 对齐军利说 说其实当年 他们俩第一次相亲见面的时候 自己就看上齐军利了 只可惜呢 在半路上 这齐军利被刘梅给截胡了 所以刘湘当时感到非常的惋惜 而面对刘湘的这番真情告白 齐军利的心里也开始砰砰直跳 他感觉 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刘湘 非常惹人怜爱 可能就是平时平淡的婚姻生活 都让他们感到厌倦了 这一路上 他们一边聊着 各自的心里也都开始感到懊恼 对于齐军利 他后悔自己太过草率的和刘梅走到了一起 错过了眼前这个美丽又可怜的刘湘 而对于刘湘呢 他后悔自己当初在第一次相亲见面时 没有勇敢一点 没有直接一点 没有把握住齐军利 心里这样想着 他们俩越发激动 甚至当刘湘谈到自己的后悔和惋惜时 他竟然不自觉的就扑进了齐军利的怀里 这如此直白如此直接 齐军利当场沦陷了 两人由此开始了这段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种事情你是瞒不住的 没多久他俩的奸情就被刘湘的丈夫齐国珊给发现了 齐国珊非常愤怒和齐军利打了一架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两家的店面是挨着的 平日里肯定还会接触到 总不可能24小时不间断的看着 就在齐国珊发愁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齐军利的妻子刘梅 刘梅长得也很漂亮 身材也更好 那既然齐军利拐走了自己的老婆刘湘 那么自己就以齐人之道还至齐人之身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齐国珊开始故意接近刘梅 不断的献殷勤 花言巧语 可是刘梅显然是比较忠诚的 虽然刘梅对齐国珊的印象一直也不错 但他从没想过要背叛自己的丈夫 渐渐的齐国珊也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有一天趁着齐军利不在家 他以串门为借口把刘梅给强奸了 刘梅奋力反抗 但齐国珊告诉他 你的丈夫齐军利早就和我媳妇刘湘搞在一起了 一开始刘梅并不相信 直到有一天 齐国珊带他亲眼目睹了齐军利和刘湘的奸情 刘梅这才痛苦的接受了现实 所以最终 刘梅在痛苦中和齐国珊也走到一起了 也开始了一段不正当的关系 他们俩的关系 后来也被齐军利和刘湘知道了 于是四个人终于坐在一起摊牌了 他们最后协商的结果是 在明面上继续保持原来的夫妻关系 但是背地里两人相互交换一下妻子 直接来一个换妻 齐军利和刘湘在一起生活 齐国珊和刘梅在一起生活 就这样 一场毁三观的奇葩的游戏就这么安静的开始了 可这种事情他不可能一直瞒得住 街坊邻居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有关这两对夫妻的闲言碎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眼看这事情即将败露 齐军利和刘湘却打算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为了和对方在一起 他们甚至各自都提出了离婚 事已至此很明显 齐军利的心里早已经没有了刘梅 这让刘梅绝望万分 虽然刘梅和七国珊也存在不正当关系 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报复的心理 如今发现自己的丈夫已经无法挽回 这让刘梅彻底崩溃了 夜深人静时分 他回想到自己和七国珊之间的混乱的关系 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 他感觉这生活实在是太累了 于是在那个深夜 刘梅喝下农药自杀了 刘梅的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但更加可悲的是 齐军利仍然无动于衷 在草草处理了刘梅的后事以后 齐军利在唾骂声中和刘湘一起逃离了家乡 再也没有回来 齐军利和刘湘这样的故事 不仅仅是个例 如果说刘梅因此自杀 仅仅是一个令人气愤的悲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故事 就是一起因为换妻而引发的彻彻底底的惨案 咱们来看看另一个类似的故事 这件事要从1990年说起 来自北京的王书欣和来自内蒙古的徐江 都考进了哈尔滨工程大学 他们俩成为了室友 共同生活的这四年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但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当年这两位都是青春小伙 在那四年间 他们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叫做龚雪 来自北京 美丽动人 亭亭玉丽又多彩多艺 还参加了舞蹈社 在一次演出中 他们同时都被龚雪深深的吸引住了 他们都想去追求龚雪 王书欣和徐江的条件也都不差 王书欣属于那种书卷才子 看起来文质彬彬 心思细腻 很能吸引小女生的注意 而徐江是另一种风格 内蒙小伙 英俊潇洒 高大帅气 很会导致自己 这同时面对两位优秀男生的追求 龚雪自己也左右为难 最后是徐江为了友谊 主动放弃 让自己的兄弟王书欣如愿以偿 抱得美人归 王书欣就这样如愿以偿了 和龚雪在一起了 徐江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这招激流勇退 却保全了他和王书欣之间的友谊 不然的话 兄弟二人共同追求同一个女生 这难免产生矛盾 甚至有可能会闹掰的 如此看来 这激流勇退是不亏的 而且王书欣和徐江的关系 也因此变得更好了 在徐江退出以后 王书欣和龚雪顺利走到一起 两人都对徐江的付出十分感激 这对小情侣的感情也非常稳定 两人谈了整整四年 一直到了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 他们三个都被分到了北京 王书欣被分到了一家规划设计研究院 搞城市规划 徐江被分到了某一个机关单位 做行政管理 公雪则去了一家外资企业 从事市场营销 从学业到事业平稳过渡 王书欣和龚雪的感情也依然照旧 两人依然是亲亲密密 亲亲我我成双入对 而他们和徐江之间 也仍然还是兄弟 经常聚在一起 但是说实话 看到王书欣和龚雪恩爱甜蜜 徐江不可能不羡慕 不可能不落寞 毕竟当年 他自己也是局内人之一 王书欣和龚雪 当然能够理解这样的感觉 尤其是王书欣 他的心里还有些许愧疚 为了帮好兄弟解决婚姻情感问题 王书欣两口子经常帮他牵线搭桥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把一个叫做好明明的姑娘 介绍给了徐江 这位好明明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虽然他只有中专学历 但是能力很强 心灵手巧 温柔可爱 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这样的姑娘 恰好也是徐江喜欢的类型 至于徐江自己的条件 自然也不必多说 一直就非常优秀 因此两人在尝试接触以后 没多长时间就变得如胶似奇了 于是从那以后 原本的三个人的聚会变成了四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在毕业第三年 两对情侣一起举办了一场旅行婚礼 那是在1997年春节 他们直接跑到海南旅游结婚了 这两对情侣一起结婚 也足以见得他们的感情意志非常好 而且结婚并没有让他们的距离变得疏远 相反反而越来越近了 甚至都有一种不分彼此的感觉 都直接把对方的家当作自己家 其中公雪她属于事业型的女强人 她不擅长做家务 尤其是不擅长做饭 而王淑欣呢就更不用说了 她也不会 于是不会做饭的王淑欣和公雪夫妻 就经常到徐江和郝明明的家里去蹭饭 郝明明恰恰相反 她心灵手巧 做饭相当拿手 可以说王淑欣和徐江这段关系 从大学处到毕业又处到了结婚 理应让人羡慕 当然前提是后面的奇葩的故事没有发生的话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对平凡生活的厌倦 都是那颗耐不住寂寞的心 后面之所以会发生那些奇葩的故事 大抵如此 王淑欣对妻子公雪的不满 是从琐碎的生活细节开始的 公雪她毕竟属于事业型的女人 一心在工作上 对王淑欣在生活上照顾的非常少 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王淑欣在照顾公雪 尤其从1998年开始 公雪因为工作出色被提升为营销部的经理 这让她变得更忙了 她经常加班 去外地出差也是常有的事情 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 对丈夫王淑欣 那自然也就谈不上照顾和关怀 相反经常是王淑欣在操持家务照顾公雪 但是妻子整天忙于工作 两人相处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 王淑欣很孤独 偶尔有那么一两次 公雪没有加班 她就想和妻子出去看看电影散散步 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太累 不想出去了 夫妻陪伴的减少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男人都是爱面子的 随着妻子公雪升职加薪 王淑欣也开始渐渐的变得自卑起来 可能也是工作习惯使然 在升职以后 公雪似乎也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这让王淑欣感到非常压抑 长此以往 甚至王淑欣的性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开始沉默寡言 不愿意和公雪进行交流和沟通 昔日里那种抱得美人归的激情和美好 都被现在的压抑的现实渐渐的冲淡了 可以预见的是 王淑欣和公雪之间的感情 必然会出现问题 但这和换期游戏又有什么关系呢 徐江和郝明明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为什么要说这最终会变成一起惨案呢 在上节咱们说到 王淑欣和徐江在大学时期同时看上了公雪 为了保全兄弟情谊 徐江激流勇退 把机会让给了好兄弟王淑欣 王淑欣因此和公雪走到了一起 两人的感情不错 从大学谈到了毕业 在参加工作之后呢 徐江和郝明明走到了一起 他们和王淑欣公雪也一直有联系 经常聚一聚 甚至一起来了一场旅行结婚 可是结婚之后没多久啊 平淡的生活就让王淑欣和公雪之间 产生了情感上的劣迹 另一边 徐江和郝明明也出现了危机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生活琐事 而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性格与心理上的变化 徐江和公雪有点相似 他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在单位里面八面玲珑 深得领导赏识 很快就被提拔当了科长 这一当上领导啊 好像人都会变得飘飘然 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妻子好明明 徐江开始不满足了 他一方面觉得妻子的工作太过平庸 和自己不相衬 另一方面呢 又觉得妻子天天就知道过日子 就知道生活 感觉就像是一个保姆 一点都没有夫妻的感觉 没有激情 没有刺激 但说实话 这其实就是被好明明给惯坏了 好明明一心一意的照顾他 平日里一点活都不让他干 到他眼里反倒成了保姆 更加不应该的是啊 在得知公雪也升职当了领导以后 他开始把妻子好明明和公雪做比较 他认为好明明不如公雪 认为好明明眼里只有柴米油盐 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未来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徐江从心里开始嫌弃妻子 慢慢的他就变得有些高高在上 家里有什么事情也不和妻子商量 总是以通知和命令的口吻去说 好明明当然是有所察觉的 他多次尝试和须将沟通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的 他感觉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深深的嫌弃 随着这两个男人对各自妻子的不满 逐渐加深 两人也经常约着一起喝酒 只有他们俩 这就是为了聊一些男人之间的话题 在推杯换盏之间 两人都开始倾诉自己的妻子是如何如何不好 徐江说 自己的妻子好明明实在是太过平庸了 就像是一个老妈子 天天就知道柴米油盐 而王淑欣听了就开始批评徐江 他说 我看你是不知道珍惜 好明明默默的为你奉献 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从来没有怨言 这样的老婆已然是稀释珍宝 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的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公雪如果能够赶上好明明一半 那我就知足了 一边说着 王淑欣就开始吐槽公雪 不懂生活 天天只知道工作 夫妻聚少离多等等 徐江听了王淑欣的吐槽 反倒是无法理解 他认为王淑欣啊 这是有点不知好歹了 就对王淑欣说 兄弟啊 我看你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公雪那么漂亮 那么聪明 又事业有成 现在还升职了 可是他从来不埋怨你的收入比他低啊 他多给你面子啊 好明明 要是能有公雪这能耐 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这样的对话 是两人的常态 一边吐槽自己的婚姻如何糟糕 一边批评对方不知足 羡慕对方的婚姻 这兄弟俩每次相聚都会出现这样的戏剧性的场面 先是诉自己的苦 然后相互赞美对方的妻子 批评对方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遗憾的是啊 他们并没有从对方的批评中认识到自己的妻子身上独到的闪光点 不仅如此 在这两兄弟这样的相互倾诉的过程中 他们几乎同时都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认为对方的老婆才是真的好 而就是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 最终导致了一场闹剧和悲剧的发生 这个闹剧的起因在徐江 有一次徐江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外国的有趣的实验 说是有一对恋人 为了验证对方是否是自己的最佳人选 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他们暂停了目前的恋爱关系 各自都去寻找其他的异性 然后再进行比较 如果最后感觉重新寻找到的这个对象都不如对方好 那么就和这些新对象分手 两人再重归于好 这个实验确实很大胆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也是有为道德的 当然他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但当时在看到这个实验之后 徐江瞬间就产生了一些想法 他想 既然我和王书欣都感觉对方的老婆比自己的好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换一换呢 这换一换相互体验一下 如果最终感觉自己原来的老婆还是好 那么就换回去 这样也能让自己更加懂得珍惜啊 徐江这脑回路啊 确实是清奇 他迫不及待的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书欣 王书欣听了 整个人都傻了 一开始他是坚决不同意的 但徐江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说 你看这事 咱们也不用离婚 只是相互换一段时间 处一处 看一看 找找感觉 如果发现不行 咱们再换回来嘛 反正也没人知道 可如果发现正合适 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一边说着 他还把那个国外的实验 一五一十的讲了一下 并且阐述其中的道理 在徐江的劝说下 王书欣最终动摇了 男人嘛 总想找点刺激的 而且王书欣呢 其实也有自己的小秘密 其实他一直对好命 是非常有好感的 但因为当年是徐江 把公学让给了自己 这让王书欣一直怀有愧疚 所以他也从来不敢多想 如今 徐江提出了一个 换妻这样的新玩法 王书欣的心里 确实也有点蠢蠢欲动了 于是兄弟俩约定 各自回家 说服自己的老婆 交换期限就暂定为一年 当天晚上 王书欣回家和公学 说明了这个换妻的想法 没想到公学 马上就答应了 其实公学一直对徐江 也是有好感的 早在大学时期 如果不是徐江主动退出了 他一定会选择徐江的 而且后来随着和徐江 接触的越来越多了 他也越发觉得 徐江其实更适合自己 不管是工作上出色 还是性格上的豪爽 都和自己是更加契合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小心思 所以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但是这件事 在郝明明那里 却遭到了言辞拒绝 郝明明是比较传统的 听到这样的建议 他整个人都震惊了 如果说男人出去偷星 还可以从正常思维去理解他 那么 交换妻子这样的事情 却无论如何都让他理解不了 面对拒绝 徐江苦口婆心的劝说 他表示 这仅仅是一个实验 没有人知道 并且一再表示 王淑欣和公学都已经同意了 这让郝明明再次震惊了 他万万不会想到 王淑欣夫妇竟然也会同意 但得到这个消息的同时 郝明明的心里 也有了一丝动摇 王淑欣同意了 这也就意味着 王淑欣对自己是有好感的呀 联想到自己的丈夫徐江 现在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又想到王淑欣 确实也是一个很体贴的男人 郝明明心一横 咬着牙 点了点头 所以这件事最终的结果是 两个女人 都主动投入到了对方的老公的怀里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来说 这样的事情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以后的日子里 公学搬到了徐江的家里 郝明明也搬到了王淑欣家里 而在换期之后 这四个人也都过上了前所未有的生活 先看看王淑欣和郝明明这边 王淑欣每天都被郝明明细心的照料 每天他下班回家之后 郝明明总是做了一桌饭菜等他 郝明明换下来的脏衣服 也总会被及时清洗 郝明明知道 王淑欣喜欢音乐 喜欢看电影 于是一有时间 两人就去电影院里面放松一下 没事的时候 也会在家里面放放音乐 听听歌 在这样的日子里 王淑欣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温馨和甜蜜 以前和公学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家务事都要王淑欣来做 使王淑欣去照顾公学 而现在角色反了过来 郝明明一直在无微不至的照顾王淑欣 让他觉得比以前幸福多了 王淑欣对郝明明做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激 于是他经常给郝明明买一些小礼物 对他的身体和工作也非常关心 就这样相互体贴相互照顾 也让郝明明觉得 王淑欣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 懂得关心和体贴妻子 而这一点徐江是没有做到的 此时这两个人都觉得 过去的婚姻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如今的对方才是彼此需要的真正的另一半 他们彼此商量 再也不回到自己原来的伴侣身边了 他们打算双双离婚 然后重新组建家庭 永远在一起 再看看徐江和公学那边 在换期游戏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徐江和公学都有一种 失而复得的感觉 在徐江看来 公学依然那样年轻美丽 而且比之前要更加成熟干练 自己在大学时期的女神 现在终于成为了自己的另一半 徐江非常高兴 天天把公学捧在手里 要什么给什么满足一切要求 而公学呢 也觉得徐江比上学时期更加成熟了 更加男人 不像王淑欣那样婆婆妈妈 从来不给自己施加任何束缚 而且他们两个都很忙 经常有应酬 在工作节奏上也是比较相似的 在一开始的那几个月当中 他们确实感觉这样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 可是时间一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公学忙于工作 不擅长做家务 徐江以前呢 也一直都是被好命命惯着 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可是现在呢 衣服只能自己洗 吃饭只能自己做 公学没有时间也不会做这些 这个时候 徐江才想起了好命命 和好命命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尤其是工作上不顺心了 公学似乎不愿意听他倾诉 但好命命会耐心的倾听 并出主意 更让徐江介意的是 公学因为工作需要 经常会和一些异性客户出去喝酒 还有跳舞 经常到半夜才回来 这让徐江的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徐江开始怀念好命命 而公学也对徐江的粗心产生了不满 相比之下 王淑欣性格上要更加细腻 更会照顾人 以前都是王淑欣来照顾公学的饮食起居 但徐江却没有这份心思 徐江的工作也忙 也常常喝的鸣顶大醉 还要公学去照顾他 而且徐江还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让一贯强势的公学很不舒服 所以这时间长了 两人在生活琐事上就经常发生争吵 矛盾无法调和 生活习惯无法改变 于是在这场换期游戏刚刚进行到半年的时候 两人就商量着赶紧一起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 1999年7月15日 徐江和公学找到了王淑欣和郝明明 表示想结束这场游戏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王淑欣和公学却表示想离婚和对方在一起 这让公学慌得神 他指着郝明明让他离开自己家 但是王淑欣却一把把郝明明抱在了自己怀里 说自己已经离不开郝明明了 公学和徐江尴尬极了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 公学赶紧冲过去 想把王淑欣和郝明明给拉开 想夺回自己丈夫 一边他还大声骂着 说郝明明不要脸勾引自己丈夫 徐江也大骂王淑欣 说他不够哥们 明明在大学时期 我自己都主动放弃公学来成全你 现在呢 你又来霸占我的老婆 一边骂着 徐江也冲过去 拉住郝明明的胳膊 就想往外走 双方谁也不让 力气越来越大 这让郝明明疼得哭了起来 王淑欣看到郝明明受了委屈 冲过去对着徐江 一拳就打了上去 徐江没想到啊 自己的郝明明 郝明明的好兄弟竟然如此恩将仇报 于是他随手抄起一把椅子 就愤怒的向王淑欣砸了过去 王淑欣随即躲开了 但这把椅子刚好砸在了郝明明的头上 郝明明惨叫一声 头破血流 看到心爱的女人受伤了 王淑欣彻底失去理智 他拿起一把水果刀 直接冲了过来 刺向了徐江 但好巧不巧啊 徐江一闪没有躲开 这一转身呢 反倒让这刀直直的 刺向了心脏 徐江当场死亡 看到昔日的好兄弟 就这样死在了自己刀下 王淑欣这才猛的回过神来 但是一切都晚了 他赶紧拨打120 可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 最终的结果是 王淑欣向警方自首 后来在2000年经法院审判 他因为过失之人死亡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但这件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在王淑欣入狱之后 郝明明一直在外面等他 一直到了五年多以后 王淑欣出狱 两人再次相逢 并且举办了婚礼 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但是就像之前咱们说的 齐军利和刘湘 他们俩虽然最终也在一起了 但这背后的代价 却是齐军利的妻子 刘梅的自杀死亡 在之后的日子里 相信齐军利的心中 一直是饱受折磨 充满愧疚的 对王淑欣和郝明明来说 这份代价是好兄弟徐江的死亡 是那个当年为了兄弟义气 主动激流勇退的好兄弟 在以后的日子里 在和郝明明一起生活的每一天 相信王淑欣都会想到 是自己杀害了好兄弟 又霸占了好兄弟的妻子 是自己辜负了好兄弟 当年的激流勇退 这份双倍的愧疚 会陪伴他们的一生 直到他们最终也走向坟墓 以如此高昂的代价 换取和所谓的真爱 在一起的下半生 这笔交易真的值得吗